大家好,中国语听力训练现在开始。 今天的听力题一共有三道题。 每道题听读一组对话后,根据提问找出最恰当的答案,定在字母上画个圈。 每个文章是两个字幕。 質疑最適合的答案后,读一条文章是两个字幕。 第一题,王先生在公司吗? 在,请坐,我去叫他。 问,王先生现在在哪里? 再听一遍。 王先生在公司吗? 在,请坐,我去叫他。 问,王先生现在在哪里? 正确的答应该是B。 王先生现在在公司里。 第二题,李老师在家吗? 不在,他出去了。 问,李老师在家吗? 再听一遍。 李老师在家吗? 不在,他出去了。 好,正确的答应该是B。 不在,李老师不在家。 。 第三题,你哥哥在哪儿? 我哥哥在医院后面。 问,哥哥,哥哥家在哪儿附近? 正确的答应该是C。 你哥哥家在医院附近。 医院后面就是医院附近。 好,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到此结束。 下次再见。